Hello大家好,我是念慈 我現在是一名大肆的在校生 我是一個喜歡在凌晨三點半 悄悄爬起來寫歌的人 我喜歡用寫歌的方式來記錄我生活當中的點點滴滴 也希望我的歌曲能夠得到你們的喜愛哦 我無法保持沉默的 這首歌呢其實記錄的是一個女孩子生活上面的事情 歌裡面寫了很多女生在生理期的一些小小的心思和一些要面對的問題 你的作品有點危險 唱得太緊張了 這樣可以理解 覺得你有潛力 謝謝 謝謝隊長 手環小柔 原則來講我的席位已經沒了 所以我這邊原則上就是替換的 我當時覺得這件事情好像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錯了 就是信心滿滿一定不會被換 而且我還當時就想我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 就是小隊長可以看不見我的不會抽我 誰 這個人是誰 我還在糾結 其實是有兩個人 帕這首歌 在嗎 念詞嗎 加油 念詞 你 講實話 你昨天的東西甚至讓我覺得很懷疑 你參與編曲的程度有多少 我當時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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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你居然不相信我 怎麼會有這種人 男人都這樣嗎 昨天一個樣 今天一個樣 他很逗你了 對 男人都是大豬蹄子 所以希望你再多表現讓我看多一點 想睡覺想去抱 但又不得不繼續思考 我當時的心態就真的是在分享我寫這首歌的一個狀態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既然我要唱這首歌 我要分享這首歌給大家 我為什麼不把這首歌的內容 仔細細地真正地傳達給大家 Ju Ba D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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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 Ba De Do Do 想開口卻又長不來話 Ju Ba D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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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 Ba De Do Do Ju Ba De Do 跟你玩什麼爛巴西啊 Ju Ba De Do Do Ju Ba De Do Do Ju Ba De Do Do 沒事 你可以回去坐好 謝謝老師 我當時 我當時 我 我 我以為會有一個什麼交接儀式 比如說 就是你成功晉級什麼這樣 沒有請回到你的座位 我沒有下來了吧 念詞啊 嚇死我了 因為他彈了一首情歌 讓我看到他的彈琴的能力 跟他創作的能力 還有他唱歌的穩定 他的第二首是成功的成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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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